嗨,大家好,我是Alita 今天我们不是Alita的生活日常 我们今天要录的是作品开箱 现在看到现场这么乱 因为我们准备了很多布置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带你们进去参观哦,Go! 这个空间呢,原则上是 我们客户设计给他们的父母、长辈居住的一个空间 他们是把它当来做一个度假 或者是未来退休偶尔来过渡的一个环境 所以在这个空间的设计 整个通调我们走的比较 有点商务旅店的概念 整个颜色的设计呢,也比较沉稳一点 近来呢,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玄关区 这个玄关区虽然这个空间不大 还是一个小小的衣帽间 这个小空间我们就当成鞋柜的收纳 从这里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到客厅 这个房子啊,它是三房两厅的空间格局 这个房子里面最大的优势就是 它有一个卧榻区 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露台区 这是在这种小坪树里面 真的很难得的一个优点 而且采光非常好 采光真的非常好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卧榻 这边卧榻区后面 其实它旁边看到的就是海岸 旁边好像是一个渔港还是什么的 所以有看到海 然后这个就是卧榻 是不是很舒服 很休闲耶 不管是阅读还是睡午觉都可以在这里 对,真的好好喔 然后我们现在还在布置当中 这边呢跟客厅的这个连结 我今天的颜色是不是也有搭配到 有吧 跟这个地毯很搭 是不是也有搭配到这个空间的颜色呢 你看我们刚刚握它去跟客厅这边 它就是有一个呼应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个主墙 撒飞备的主墙跟电视的主墙 这一方面 我们就在墙页上都做的不同一材质的切割 它其实也是在拉伸整个空间的视觉 客餐厅跟厨房整个呈现的是开放式的 所以利用我们墙面不同材质的设计 跟分割延伸到它们后面 那在材质上来讲 像这个就有木皮 然后这是铁件 那铁件 我们这个也是用铁去做鲜路 那这边是做石板 用石板去做拼铁 所以其实它有好几种材质 不同去做视觉的延伸到后面去 然后呢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用餐区 客厅跟餐厅不会很远 呈现了它这个视觉 它的颜色要很温馨 我的早餐Bug的椅子在这边 你看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 客厅 然后这边有用餐 这里呢 我还可以在那边跟家人互动 也是有一个早餐Bug的区 其实这么小的一个环境 它可以呈现不同空间的机能 我觉得是很好的 我觉得后面的那个层架很酷 对 这里也是我们特别设计的 是用铁加上木座层板 里面呢就加上铁片灯 透过这个概念呢 呈现用餐区的氛围 因为这样的设计 上面就可以放一点 比如说盘子啊 或是水晶杯啊 各方面都可以用 也不用去做垂钓的 它这个是定制的吧 特别设计的 特别设计的啊 你说这样开火 会不会油烟啊 像有些客户就说 这样油烟会不会出去啊 什么的 但我刚刚已经讲了 它这里就是偶尔度假 他们的厨房的需求呢 也不是天天煮 尤其是他们现在的 用餐的习惯是轻食类 做这样的开放式厨房 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今天也是很齐全啦 你看 炉子啊 对不对 他们的一些简单的设备 甚至于 我们还是安装了一个小的 Bush 你看 我们还有一个小台的洗碗机 机能还是很齐全 对啊 烘碗机 洗碗机 基本上都有 麻雀虽小 五丈俱全 刚刚讲的时候 他们除了前面有个窗边卧榻区 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露台 我超喜欢大露台 给你满满的大平台 满满的大平台 其实当初我们一直在想说 这个大露台要做什么功能 我们想说是不是做后面的一个庭园造景啊 可是呢我们就先停留 我们想说好吧 等未来看到怎么使用再说 就后来发现 诶 过一个年 他们已经摆了麻将座 太可爱了 麻将座 表示他们有来度假 好开起来 这个呢 未来我们会好好地再帮客户想一想 我们要做什么功能 但我想他们已经把它当成娱乐室了 我看到摄影师在刷地 我们后面铺的是地毯 看到我们这个走道是地毯 所以呢摄影师在拍照的时候很辛苦 他一直在刷地 然后刷平 那等我走过去 他可能要再刷一次 我们现在进去这个廊道 这个走道路口处 看到这个成板的设计 在走道上 一般我们看到 走道进去就是都是房间门房间门 它会比较boring 就是会很无趣 在空间上 我也希望它能放大视觉 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些层次的概念 这边呢就如同我们电视墙的概念一样 用了不同的材质去表现 我们用铁板烤漆 铁板加烤漆 然后再加木做的隔板 它的底部是贴壁布 呈现的感觉呢 还是跟我们整体要表现的风格是很接近的 在这边呢挂了一幅画 因为整体空间虽然我用的颜色都比较大地色型 可是我也希望他们再回到家里看到墙壁的话 是有一点点温度的颜色 所以我选了一个简单的抽象画画这个地方 要进去房间区的地板 我们弄了地毯 为什么弄地毯呢 因为回到家里踩地毯上是很舒服的 在家里我最喜欢地毯 我家就是会地毯 那这客户它也很接受 用地毯的方式来呈现 会不会很难清理啊 不会啊 在角落放一个扫地机器人也是可以 扫地机器人也是可以吸我们的地毯啊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房间 现在可以踩吗 可以可以 拍完啦 呃 原先弄反正我每一卡转换都要 看一下啊 我们摄影师来看 我检查一下Look Look 这个 超像桑驴的 好OK 我们摄影师真的很厉害 我们摄影师啦 我们摄影师是我运用的 好谢谢 再联络 好我们先去拍另外一间 我先进来看 这一间房间呢 比刚刚那间房间小一点 先把门关上 这一间房间比较稍微狭长一些 分成两区 右边这一区是卧区 左边这一边呢是蚁帽区 这一间空间的颜色呢 我走的比较森林色系 有点点tifty的味道 森林里面的绿色植物的概念 因为你在度假的时候你要放松嘛 所以我希望这两间有一间比较沉稳 有一间是比较放松一点 在这里呢看到一些小细节 整个衣帽区过来的时候 我们这刚好一个小角落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小层架 那他们在这里面呢就可以放一些书 这个地方呢我们做了一个铁板 摄一个铁板之后 刚好当他们一个电视下方 可以放松位积合或是遥控器的位置 不要看这个铁板喔 这真的是很夸张的 我发现竟然我们用铁板 这边还折了一个折角 这个折角 这不是刷漆 这是铁 铁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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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一个垂直面 这角度感觉很难做欸 这就是我们张总监的要求 我们张总监就是对这种小细节 非常龟毛 张总监像是我们可以Cue他 为什么他要这么紧扯 真的不容易啊 这个折角 折得不好也是不行 就重折 这一区就是我们刚刚讲另外一边的 衣帽区 那其实衣帽区它就简单啦 这边就是简单 可是我们有一个 让牧主他有一个 可以稍微写字啊 监理东西啊 或是上上网的一个空间 或者是他当化妆区 也可以有收纳 都有 我觉得这两个橱柜的对称很好 是啊 因为我们想要营造就是一种 视觉衍生穿梭的概念 开放式衣帽间 我们现在就要去看另外一间咯 把摄影师赶出去 摄影师先去拍客厅 那我们先来讲这一间 真话 因为空间小嘛 对不对 大家会不要紧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间呢 这间就是我刚刚讲说 它的颜色各方面我做的比较沉稳一点 现在看到这个是不是感觉也是一个商务套房 现在这间是布置好了 我喜欢这个颜色 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今天的颜色真的是配太好了 这间呢跟刚刚的空间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这间是有一个小小更衣室 它一样有一个化妆区 然后这个是它的卧区 这边的窗景我们整个就是可以看到完美 彩光非常好 在这边呢我们的设计就是有一些造型灯 那这边我是用编织布 用编织布去做它的造型 这边呢 这个呢 是摄影师的脚架 哈哈哈 它刚刚没有一种 它自拍 我听到咔嚓的声音 对应是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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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间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更衣室 然后我可不可以把它移开 我们把它移一下 那我们再来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房间跟刚刚不一样 因为它有厕所 它这边有一间浴室 所以 我们这边呢 就做了一个更衣室 它这间更衣室也很像开放式的 它又没有门 但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所以我就没有做门片 那没有做门片的更衣室呢 你可以利用到上方 那方它有一些空间你就可以塞啊 或是这个地方比较深 我就可以放一些皮箱 所以有门片跟门门片的差别在这边 你真的确定这间是开放式更衣室吗 是啊 这间是开放式的 可是它不是有一个可以拉起来的门吗 啊对 因为空调嘛 因为空调所以 所以我做了一个 登啦 你看喔 缓冲的喔 设计师自己忘记自己的设计 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忘记 因为它真的做得太好了 它藏在墙里面 你完全忽略了它 你可以再把它关起来吗 好啦 进去 登啦 你又变成开放式 它真的很隐秘耶 我刚刚在走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发现说 它是有门的 那为什么我还是有门呢 因为 有个厕所嘛 有时候人家会觉得说 我在上厕所有声音什么的 那我就不要干扰到别人 我就把关起来 好啰 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 我们今天作品开箱就是这样子 希望你们今天喜欢这个小小温馨的空间开箱 我要现在去改下一个行程了 是一个品酒会 不再多说了 希望你们可以帮我 订阅、按赞、加分享 然后我的小小目标记得是 1000个订阅人数 这是我小小的第一个目标 谢谢大家 门门门门门 有门有门 你不要给我拿Hello Kitchen 看我女儿的口罩 所以啊 我就说 电影集司 不是只有座豪宅 我们是200变600 1000变3000 三倍卷的概念 知道吗 电影集司邮局开张 请快来领三倍卷 来领三倍卷 就是帮你一次次说 空间经过我的巧手 就是加分加分 再加分 对 三倍卷概念